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科技公司汇聚在此 这家专注于机器人开发的科技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联合创始人麦千玉介绍 数码港为创业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优惠的租金等良好创业条件 同时还提供了与内地互联互通的平台 我们跟北京的中国移动研究院 跟深圳的系列中心通讯的实验室 共同研发了全中国第一台5G的反身机器人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了很多不同在医疗级别用的一些机器人 做了一个我感觉是全世界第一台 就是可以在中间占物室ICU用的一个机器人 透过一带一路我们去过不同的国家 打比方是泰国 越南 印尼 最远的话去到欧洲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彰显一个 我们香港的基础研发的技术 也可以彰显我们国家的实力 位于香港沙田的另一个大型科研基地 香港科学园也已有超过1100家创新科技企业入驻 如果大家中午过来的话 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这里的 17000人这里上班 17000人当中有11000人是做研发的人员 这里是研发人员的集中地 我们这里有一个腐化器 初创腐化计划 就是你大学生有一个想法 想创业我们给你 你跟着我们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把你的科研变成事实 除了科技以外 最重要就是投资者方面的投入 过去这四年在科学园里面发生的投资的项目 有200多项目 一共帮助园区公司在市内里面 融得了681港币的丰收基金 香港创科市场的成长并非偶然 过去五年香港特区政府 史无前例地投入了1500亿港元 不遗余力推动创新科技发展 带动了香港创科热潮 香港传统就有四个产业是觉得非常好的 就是金融 贸易 物流 跟旅游 也是觉得非常到位 但是在未来我们要推动我们香港的经济发展 让我们年轻人有更好的就业机会 创科100%是我们香港的未来 创科公司在2017年只有1000多家在香港 现在已经几倍的增长 风险投资基金增加到上一年1117亿 几十倍的增长 在总的来讲就是说 香港的科研实力是非常强 但是要把这个科研实力成为一个经济的动力 也是让我们年轻人 要向上流一个好的这个昼夜的机会 把这个科研成果上品化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是我们香港现在在努力的发展的方向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香港如何把握创科新机遇 薛永恒表示要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当中 优势互补强强连手 我们一定必须的要把我们基础科研的成果成为商品 在这个过程中间就要有这个应用科研 要有很多生产高端生产能力 这机身才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说大湾区就是我们最好的平台 最好推动我们创科这个 用这个优势互补强强连手的方法 用好香港基础科研所强 还有我们内地大湾区城市 在这个应用科研 高端生产能力等等的这个优势来误补 把我们这个共同发展起来